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核心武器的队长张艺兴队长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尝试跟挑战 然后包括在想要在一帮大长腿女生的中间 然后在跳这样的一个动作质感的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动作的质感一直在那 特别是刚开始的那一块 哇 太美了 画面太美了 然后我一会儿可以让黄霄说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编排的理念 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舞台让我非常开心的是 《一生所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在彩排的过程中呢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 我说 哦 这是谁的歌 这是谁的歌 这是谁 谁跳这首歌 没想到是我的肖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谢谢 谢谢一星队长 博哥对于刚刚看到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 对 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特别对 作品 它就是个作品 让你想看 你想看后面 于是呢 然后呢 一幅幅这个美丽的画面 加上舞蹈 加上这个创作者 以及编排者的构思 其实他在脑子里面 是有一个世界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谢谢 谢谢博哥 大家现在应该都特别想知道 黄霄对于这个作品 构思的这个过程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我 首先呢 这首歌其实我喜欢了好多好多年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叫了我们Hallodance Family的 二十个很漂亮的姑娘 然后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 想要表达就是 我们可能这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生所爱 可能在某一些种种的原因 最后也许不能在一起 但是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却始终有这个人的背影 就像我在舞蹈中间段落的时候 盖盖就饰演的是这个背影 我就饰演的是这个深爱这个背影的这个人 对 这是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男生的一生所爱 但对于我呢 我舞蹈里面的一生所爱呢 我觉得是爵士 我觉得 我在这个街舞的舞台上 用了很多很多种方式和元素 去扩展这个爵士的样子 但是 回归到本身的爵士来说 它还是我的初心 对所以我希望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能够把 我最初的认识街舞的时候的那个舞种 带到这个舞台上 对 很多街舞迷会觉得 黄霄是这就是街舞第三季最大的一难评 这一季终于带着自己最想让大家看到的作品来到这街四的总决赛 是不是也算是弥补了遗憾 对 就是确实是弥补了我之前的遗憾 我还记得去年在半决赛结束了之后 我就去街上逛街 然后去商场里面 然后有个服务员告诉我 他说 诶 你是来准备总决赛的服装的吗 哇 然后因为当时我不能剧透 然后当时我就很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 嗯了一下 就是心里面就会有那种 过不去的感觉 会很扎心 但是今年呢就是 我很开心的是能够带着 我的Hello Dance Family所有人来到了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实现了一个点就是 终于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有一个时刻 全场的灯光都是为Hello Dance Family而亮的 我觉得我就够了 对 谢谢 谢谢黄霄 也谢谢盖盖 谢谢Hello Dance的每一位舞者 谢谢